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船部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船部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梯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103號鋪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船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的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現在山家看到鐵欄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送來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現在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看見了 Hello 今天很開心 我們整個團隊很少在一起 還在中山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這兩天我們去拍這個港行會 這個港行會 是中山近來最熱的樓本 沒錯 這本基本上全城觸目了 所以我們特地過來拍 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我是環宇信叛昆仔 我是環宇信叛Kelvin 我是信叛昆Handy 我是萍姐 Hello,我是劉沙姨姐 Ema 我們今天和昨天都過了來拍片 國節各拍 我想看看大家的看法 不如年輕人先 你先說一下你的看法 對這個樓盤有什麼感覺 我沒有你們通透的 主意就是玩 這個樓盤適合我 以後主導之後 我玩的方面有沒有那麼齊全 那你覺得這裏怎樣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步行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有兩個雙超 一個就是百會廣場 另一個就是一街一廣場 那他熱鬧的方面就是夜深屋那邊 夜深屋 對,有一條酒吧街 然後他外面還有一個四季袋 即是太陽檔這種的 我們昨天去過 昨天去過 他的風雲很好 有KTV 無足 還有打足球 都有 該玩的地方都很小 我就關注玩的地方 即是基本上輕巧換了 齊全的 沒錯 那 十里王子 好,那我就說一下交通 好 因為我自己本來之前是廣州那邊讀書的 是嗎 是的 那我就很留意這邊的交通 特別聽到他這個 未來有個十八號線 是 芬州十八號線 以後中山這邊 嘩,去到廣州 珠江深色 是 35分鐘就可以了 加上 半個小情深的圈 沒錯 加上一個好像說 港人朋友 他這邊呢 除了天上飛的 嗯 地上跑的 基本上都有的 是 高鐵啦 坐到中山站 東山北站 還有這個船運 船運 又可以直接坐到這個 中山港 這個碼頭 是 非常之方便 那現在呢 未來呢 六月份又可以開封這個 新中通道了 嗯 真正實行這個 一小時生活圈 是 我的提拔就是 越來越方便 是 是的 OK 那就這麼多了 那地板屏 我呢 作為一個家庭主導 我最喜歡他那個 就是一個廚房 一個獨立的廚房 嗯 對於我們這些 這些 C-Line型的藍藍堡的話 我們都屬於一個 自己的 獨立的領域 嗯 可以發揮到你的所長 是啊 因為明火煮食的話 始終你是給電的 是煮出來 要好吃一點的 沒錯 沒錯 嗯 還有呢 我們在深圳過來的話 都必須要經過庫母預計較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浮塞車 嗯 那最高峰的時候 有一次的折駕翼呢 我真的去足 即是那條橋呢 我都要用一個小時 才可以過得去的 我善覺 是啊 那些十一啊 那些黃金周 那些黃金 是的 如果你說未來 深圳通道的話 開通了之後 那其實呢 只需要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就可以到中山的了 是的 看保安那裏這樣過去 24公里 那其實半個小時 去到中山的了 是 那過了深圳通路之後 到了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都是要半個小時左右 是的 那總共都是一個小時 是的 時間又節省了 也不需要繞個大圈 是的 那中山可以說 是深圳的行花園 嗯 那才是方便的了 嗯 OK 林森一姐呢 嗯 我的看法呢 就是因為 我本人呢 比較喜歡理財啊 投資啊 這方面 我比較喜歡關注這方面 所以不會有啊 是的 所以呢 我看完了 就是我們都走了兩天 嗯 那看完了之後呢 給我的感覺呢 因為剛剛好這個樓盤的位置呢 它就屬於這個火具 這個揮發區裡面 是的 那這個位置呢 它是屬於一個國家區的 這個高生產業員 嗯 所以它附近呢 樓盤附近就有三個 超大型的那個企業在那裏 嗯 這三家企業加起來 差不多是三萬人的了 嗯 是的 那所以未來幾年呢 這個區域呢 可能會超過十萬 這一種人才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叫人才呢 因為它這邊呢 主要是做一些新聞員 高科技啊 科技產業啊 這一方面那些 不像以前那些什麼手袋啊 製衣廠啊 什麼皮蟹啊 那些啊 不是chip廠啊 是的 所以這邊的人呢 它全部都是那些 所以那些高科技的人才 高學力啊 高技術啊 那些啊 是的 是的 所以你說那些人 全部都是這些高周數的人 住在這裏 你未來幾年 這個發展呢 可能都要去到差不多 十萬人了 是 所以我覺得這邊呢 到時這個樓 它的租或者二手市場呢 就沒有在這裏了 是的 還有這班人呢 它的薪金也會高些啦 還有呢 他們都是普遍一些 高學力和年輕一些的工作人員來的 是的 所以他們其實呢 不是說真的這麼喜歡住宿舍 就是不喜歡四個人 五個人住一間這樣的 住宿自己的生活 自由 是的 喜歡出來租樓 是的 又或者有些兩夫妻啊 又或者要求女兒那些 那沒辦法住宿舍啊 是吧 當然出來租樓的啦 所以那些人工偏高些的人 其實就租得起的 租得起啦 因為我據我了解呢 他們普遍的那些 就是普通員工啦 通常一個月可能三四千元左右 那如果是那些 屬於合心的人員啊 或者那些公管那些 通常就會去到七八千元 即高技術一點的那些 是的 大概七八千元 那兩夫妻的話可能有萬幾元 那租這裡可能一千元左右 很輕鬆 這裡附近兩個單位這樣 就是好像三十四十那隻呢 租就一千至一千五元這樣 是的 所以很輕鬆 很輕鬆 很輕鬆 OK 那就到我了 我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中山這個地方呢 它的位置是很好的 上面是國洲 下面是川海 左邊是深圳 地理位置很好的 而且這個地方很適合香港人傳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飲食文化 以及那個語言的問題 因為我們經常去深圳那些 不是又辣又有什麼味道 就是沒有一些清淡少少的 還有呢 都是說普通話的 普通話的 那我 來到中山呢 吃的東西 清淡為主 比較接近我們香港人的口味 還有呢 語言呢 其實 特別是年紀大少少的 基本上 不懂得普通話 聽也可能不懂得 是 那 那 在深圳或者其他地方 可能真的 生活上有困難的 那 但是在中山呢 基本上 不要說 全部講廣東話 我想有六至七成 你都可以用廣東話去解決 嗯 因為你看個醫生 你用普通話 有時候真的表達不好的 那你講廣東話的 其實就會好很多 那所以那個 文化 也好 飲食也好 語言也好 我覺得中山就很懂香港人居住的 那 還有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地方 這個樓盤那個位置呢 其實就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是很方便的 嗯 那 它的位置就是 火具區 那 距離這個中山港 就很近 那我們 譬如住九龍的話 我們可以在 中港城那裡坐船 剛剛都講過了 那 其實過半小時 就可以來到中山了 接著再在這個樓盤 再過來 其實十分鐘的時間 是 五元雞六元雞的滴滴 是 是啊 還有我們有時候 那我自己本身住在星界的 那 我們呢 我通常以前呢 去中山呢 即是來中山呢 我都是深圳過關的 那 那 兜個大 一個大U-turn 這樣走這個土門 那 接下來六月二十八號 這個 這個深中空道通車了 是 那我們呢 就不需要再這麼傻居 這樣兜個圈了 是 那直接在保安那裡 那 那 我們來到中山 接著 那個深中空道的出口位 接著再來到我們這個樓盤 其實 可能 整個車程 一個多小時 可能搞定 搞定 是啊 快了到 是啊 再加上呢 這個樓盤的配套 也是成熟的 剛剛都講過了 沒錯 我們香港人 習慣了一落樓 就是什麼都有的 超似的 很害怕 很害怕真的是荒蜂 沒有人是狗都沒有 那些地方是害怕的 那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開車的 沒錯 是啊 那這裏落樓 一路走一路都是有些店舖 走到兩個字 就會有你剛剛所說的商圈 商材人 那所以呢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很合適的 嗯 還有最重要是價錢 是啊 現在幾線了 是 這個三十三百零尺 就是這個二十七萬尺 二十七萬尺 沒錯 這個價錢 如果大一點呢 大一點呢就是四十萬尺 而且是多幅兩房 是啊 是啊 那我們去片 是吧 給大家看看 是吧 去片 好 那現在我們來到房屋中心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位置 區域去哪裏 以及我們如何過來 我們先看看這個區域圖 首先呢 如果是我們港人朋友過來 我們過來 我們過來 現在自駕的話呢 其實現在目前呢 是會比較 用事會比較長的 現在目前有兩條路線 第一呢 會比較 省費的 就是費用比較低 用事都是差不多的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 就是要從我們這個虎門大橋這邊過來 用事大概一個半小時到 兩個小時到達我們這個港紅二 還有另外一個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選擇的 就是這個我們的港珠澳大橋 所以它的費用會高一點了 首先才到達我們這個珠海 因為珠海來我們這邊非常之近的 大概來我們這裡都是三十分鐘的這個車程的 然後再到達我們這個中山這個港項 就是這裡 大家不要緊 大家一聽到 都是差不多兩個小時 大家都說 哇 用事都是很久 但是不要緊 我們未來這個 六月份呢 將會開通我們這個深中通道的 它這個深中通道這裡呢 全長都是24公里的 它這個費用 這個過橋費 大概是66元左右 那未來呢 如果自駕的朋友 從香港或者從深圳 過到我們這個中山這邊呢 大概用時都是40分鐘上下的 非常之方便 那這邊後期你自駕就舒服很多了 是不是 還有呢 大家不是自駕的朋友呢 可以乘坐幾種這個交通的這個方式 可以過到來 首先呢 我們從香港過來呢 可以選擇我們這個旋運的 我們從這個中港城碼頭呢 可以乘坐到我們這個中山港碼頭的 那這個費用呢 大概是180元 一張這個旋徽 費用都是 我覺得都是有少少貴的 那如果是高鐵的朋友呢 可以直至去我們這個 這個深圳 深圳北啊 或者深圳啊 可以乘坐我們這個高鐵 到達我們這個中山北站的 或者我們的中山站的 那如果到達我們中山北站 或者中山站呢 到達我們這裏呢 乘坐的滴滴呢 都是這個 15分鐘到20分鐘之內呢 都可以坐到過來 費用大概坐滴滴 再過到你這裏 都是這個二十多元左右啦 那這一種呢 相比於旋運呢 它的這個總費用呢 是會便宜些的 那還有呢 在未來呢 我們這邊呢 是會有地鐵的 那現在已經去到這個 建錦的了 東宮錦 那就是我們這個 廣州地鐵的這個 十八號線了 那我們這裏附近呢 是有兩個地鐵站的 一個是這個張家邊啦 一個是我們這個火炬站的 那這個張家邊站呢 是距離我們這裏是最近的 那這裏呢 這個十分鐘就可以到達啦 那火炬站呢 那火炬站呢 就會稍微遠一點啦 那大約是這個十五分鐘到十八分鐘 才走到過去的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還有幾種這個交通方式啦 可以說 除了天上規的 基本上呢 陸地啦 所見到的 你都可以乘坐到 直接到達到我們這個 航目這裏附近啦 加上呢 我們這裏呢 呢 上有我們一個廣州啦 下有我們一個珠海啦 右邊就是我們這個 新浸香港啦 全部給這些 我們這個 大的這個 開發區啦 還有一線城市包圍著 而且呢 我們這裏是國家級的這個高深區來的 那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 高深科技員啦 還有我們這個 全國五百強啦 是的 還有呢 我們附近這個商業配套 安仔和我們講一下附近我們這個商業配套 是的 附近這裏商業配套呢 有兩大廣場的 一個呢 就是一個白會廣場 來我們這個項目呢 大概就是 八百米左右的 那麼呢 有一個另一個廣場呢 就是一街一廣場 是 我們這個項目呢 就大概1.5公里 是的 那麼它周邊呢 都有一些呢 KTV啊 啊 豆花街啊 都比較齊全一點 是的 這兩個呢 都屬於那種大型的廣場 沒錯 而且呢 都可以記住我們這個視頻 是 後期我們都會去拍視給大家知道的 沒錯 現在呢我們先講講我們項目自帶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沙子和配套 好 現在目前呢 我們在售的呢 就是這個五棟和六棟 就是我們這個 三百尺和我們這個四百尺的這個單位 一個呢 就是這個開放式的一房一廳 一位的 還有呢 一個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四十方的這個複式單位 而且呢 我們一樓呢 就是我們這個商業來的 而且呢 我們樓下呢 還有這個匯鎖 那這邊呢 是他們這個 開發商這邊呢 支持的這個底箱 它是不賣的 目前是不租的 只租的 那麼現在我們就 玩不多說 我們先過去 看看這個 有花園 跟著呢 有匯鎖 這個小區究竟是怎樣 馬上去看看 好 好 好 沒有 好 有 我 你 沒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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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站在這位置是包衛會廣場 為什麼會在這裏呢? 我們這兩天都在港航會拍攝 我們銷售經理很齊全的周邊配套 有兩個大型商場 剛剛開車過來 用時多久? 用時不到五分鐘 報行是十分鐘左右 遲些我們都會直接一鏡到底 走到航目那裏 是不是真的這麼近? 我們先去看看周圍的店舖 我們都看到附近的庫航都開了 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圍野納全國連鎖酒店不用多說 其實很多人都應該知道 還有茶點 有KTV 有木竹 有養心 還有一些餐館 餐廳 都是齊全的 中間進去就是喝咖啡 奶茶 果茶 而且大家看到這個面貌 可能有些舊 有些年份 這個聽說還有一個在這附近比它更大的 在前面的位置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 我們再走路過去 看看這裏走到那一家一 這個港庭有多遠 我們先看看 我們現在先去馬路 這裏大家都看到 這裏還在看著住宅 聽說因為這裏其實 這裏的樓價 它開發區 高新開發區 這裏的樓價都是去到一萬多 一萬四五 因為未來可能還有一個季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未來附近還有兩個地鐵站 哇塞 兩個地鐵站 就是火具站和張家編站 是的 沒錯 我們看看周邊 周邊都是之前見的這些 六層高七層高的樓 這些都應該是下去租的 或者是自己住的 這種以前的就是 這種可能是集體產權 或者以前那些集體地系的房子 大家去看看 這邊 是的 都是住滿人的 是的 這裏有城區那種 當然 這裏有兩個大型商場 這裏確實又是方便的 是的 這裏其實給我的感覺 如果長期過來居住都可以 平日山下部過來坐下 喝杯飲料 去到百會廣場 看一下電影 如果有女朋友就跟她看一下電影 沒錯 坐下飲料都可以的 是的 我們再看到前面有一間飯店 連鎖的 雙菜 吃雙菜 雙菜 近年這個國內就多出了很多雙菜 雙菜 因為它快捷 而且一般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外來人口多 嗯 它這裏比較快適 還有比較開胃 比較抵 吃的 而且性價比會比較高 沒錯 是的 我們看一下左邊 左邊這邊都有一個類似商場感 所以它慢慢已經靠近一家印商場 是的 這裏就是有間銀行 是 農業銀行 中國農業 前面有一間酒吧 是酒吧 酒吧或者千巴 不要來過 而且前面有一個充電站 還有一個旁邊的公交車站 是的 這裏就是充電 是的 很方便 是的 再前一點就準備到了 準備到我們這個一家一商場 是的 我們走路現在走過來大概是兩三分鐘 兩分多鐘 接近三分鐘 很近 是的 這裏就是你正在見的樓盤 銷售中心 是 這裏的價錢 剛剛我也有問一問 是的 這裏的價錢大概都要去到一萬三以上 是住宅 而且這裏不是延房 我們港行會也是延房 即賣即入住 沒錯 這裏現在是在見的 旗樓 還去到見的 還有一萬多人去到見的 是的 再看看前面有幾間餐廳 開始見到 是的 開始在這裏 大家先試一下 拍一下 有一個東北的菜館 應該是 是的 前面有一間商菜館 是的 幾乎這裏都有很多商菜館 是的 我看到對面很多舊的公寓 應該都是用來速租的 這邊的租價 我也有去問問 這邊租價好像我們港行會 自己都有五層去租 都是去到1200的 單間 去租 這邊應該都是差不多的價錢 1000到1500左右 這邊都在招商 陸陸續續都已經在調裝修 你們的店舖 講明這裏的人是可以的 是的 今天我們現在這個是 接近四點鐘 這裡人就會少些 但是昨天晚上出來吃宵夜 是的 人是非常之旺的 現在準備要開業的潮山牛肉火鍋 是的 潮山牛肉火鍋 是的 我們前面就到了 我們已經看到了 是的 用時大概六分鐘左右 我前面看到了 有間M記 是的 用時六分鐘左右 是的 我們還不多說 我們先帶大家去看一看 好 可以有什麼 你說我們可以其實 話題 你以後 要不留意 人家 誰 不留意 你怕會不見 其實一種 有些人 說明 不知 好,我們剛剛從北匯廣場過來這邊,1加1這個廣場 這裡一直走我們都看到,顏色的,KFC,NG,全部都是有的 還有KTV,蘇寧移購,全部都是齊全的 一條路下去全部都是商場 這個1加1,我們剛剛走過來都看到,被大家展示 這邊是比較多年輕人,坐著去喝東西,去吃東西 這邊是比較深一點的,而且這邊的預落比較多 比較適合年輕人,餐人這些 周圍都是年輕人去吃東西,比較聚集這裡 現在我們試試走回港共同會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這麼近,現在我們是大概4.03分左右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是不是真的12分鐘到15分鐘走過去那邊 好 好 這邊有很多招工,任力資源,勞務公司 比較集中這裡 其實有一個小道可以走的,現在我們走的是主幹道 走回到主幹道,其實我們剛剛走過來的中間那邊都可以穿過去的 走到小區的街道,可以的,但這個是主幹道 會比較清晰一點,我們現在嘗試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快 這麼方便 這裡有很多人力資源公司,因為周圍都是高新的企業 高新開發區的這個企業,招任力這個,需求量會比較大 特別是專業人士,我們再走前去看看 我們現在過了兩分鐘了 是的 前面這裏都在接近東西 前面這裏有一個網球場 平時休閒時間就過來打網球 是的,這裏有個類似體育場 是的,可以看到有籃球場,網球場 都是有的 是的 是的 都ok 平時在這裏預約一下,打一下網球 運動一下 這個叫肺爾科奇網球中心 是的 有些搖口 肺爾科奇 是怎麼說的呢 是的 這邊好像剛好看見的都好像準備了一個比較大型的底箱模式 對 變箱牆式 都規劃中 是的 一路望下去,其實日注量都ok 你看這裏都是挺新的 都已經有很多日注 是的 這個叫盲豪離影 我們在裏面 是的 還在手 那這邊呢 聽說呢 是要去到這個 單間去到這個四十多萬 四十多萬五十萬 哇 嗯 港行會那邊 好多了 是的 我們再 是的 我們再逛逛 是 幾乎這裏繞了過去之後 就直達就逛這個 港行華庭了 是的,沒錯 現在用時多少了 現在才過了三分多鐘 三分多鐘 很快 是的 那現在還沒走到還不知道 是的 我們先到了 好 保持一下 慢慢走過去 好的 我們走走走走就看到了 前面了 港行會 嗯 現在過了五分幾鐘 是 不是 現在過了七分鐘 就看到了 但是呢 這裏眼看是很近 嗯 但是實質走過去就不知道了 是的 那我們再走走 真正到達樓下才看時間 好 準備到了 是的 整個彎準備就到了 現在過了十分鐘了 嗯 再看真正 對 那現在慢慢走走樓下 山坡過去 �nel 是測到真正櫃下是有多久 是的 由於 Late playback 現在已經是超過十分鐘了 是 對 那我們再到達樓下看見是否 大概真正準確用時有多久 是的 喔 我想應該都大概 十四分鐘那就了 是的 如果十五分鐘之内 其實是講了確實 呢 這個商區是沒有騙我們的 是的 是of 沒有造成我們 是的 馬上就到了 好了,已經到了 是的 左邊就是這個售樓部 我們走前一點再跟大家說 因為兩邊停車 現在暫時都是免費的 停車擋著一些事 我們這個售樓中心旁邊就有餐廳吃 有搜查餐廳的 現在我們到了 很快,轉彎差不多就到了 首先我們先看看時間 我們先看看時間 大概用時都是用了這個 13到14分鐘左右 13到14分鐘 OK 散步我們慢慢走的 大家都看到了,鏡頭底 慢慢散步過來 大概這個14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慢慢散步就可以去到這個 兩個大型的雙超 這裏確實很方便 是的 那裏我們剛剛都看到附近的 你認識的,還玩的 都是有的 而且確實是很多人 而且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都坐著去到飲食 這個方法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還女生 黃安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萍姐 阿萍姐 今天我們再一次來到 中山火具區的 港韓匯這個樓盤 因為這個樓盤是近來 中山最起的一個樓盤 是 我們上一次都已經拍了 事發單位 嗯 區位 以及這個沙盤 是的 一個很詳細的介紹 我們今集說些甚麼好 交通 OK,交通 怎樣交通呢 我們試試在我們這個樓盤 去中山港要多久 因為在九龍的中港城 可以坐船過來 是 很方便的 來到我們這個中山港 再來到我們這個樓盤 要多久 距離要多久 我們試試 好 還有地鐵 有地鐵站 有廣州的18號線 在27年就會落成的 這裡是雙地鐵口 我們稍後去看看 好嗎 也試試車程要多久 其實不要介意 走未必到的 但是我們也試試車程 要多久 還有最後 我們試一試 我們最期待的心中通道 好 還未開的 我們試一試去到 心中通道的出口位 或者入口位 中山這一邊的入口位 或者出口位 試一試我們樓盤 去這個位置 要多久 好的 我們現在上車 好 好 我們現在現在來到中山下戶口屋 那車程只有10分鐘左右 這裡是中山港 我們從樓盤 開車 我自己來到這裏 叫車滴滴的話 5元 6元 就可以來到 因為中山的起步較為便宜 中山港我們可以坐船回香港、西九、中港城 以及可以回蛇口 如果回到中港城一天就7班船 240元位 船程是一個半小時 這班次都算不錯的 7班是嗎? 7班 我們到火具地鐵站再到火具地鐵站 現在我們的位置是火具地鐵站 我們這個樓盤距離火具地鐵站要多久? 4.6公里 4.6公里 車程是12分鐘 不近的 兩個自導的車程就可以到 起碼有先 而且實實在在設計地鐵站 確實在是火具地鐵站 這是我們的地培站 現在在施工 因為你知道很多東西是幻想出來的 現在其實正在設計地鐵站 不是幻想出來的 而且我們這個樓盤除了火具站 還有一個站 中階邊站 對 中階邊站 因為我們這個樓盤是雙地鐵的 雖然不是很近 但大概兩個自導的車程就可以到達地鐵站 還有這條18號線 知不知可以去到哪裏? 到石極那邊 或者到石崎 石崎市中心 又或者可以去到馬安島 又或者可以去到廣州 甚至乎珠海 都是沒問題的 因為這條是廣州的18號線 四通八達 我們就說完這個18號線 這個地鐵站 我們最後試試 我們樓盤到深中通道的位置 要多久好嗎? 好的 OK 走 OK 現在我們就在樓盤 來到深中通道的出入口位 是 OK 用了多久的時間? 我們是用了三十三分鐘 二十五公里 是 三十三分鐘 就是大概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就來到這裏 接著將來我們 再過回深圳 也可能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去到保安區 OK 其實車程都是廢的 你到樓盤的話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對 比傳統的虎門大橋的方法 就會快很多 最多快一半 對 沒錯 所以這條深中通道 真的很期待 6月28號就通車了 全程24公里 對我們這個樓盤 就非常之有幫助 對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呢 因為這兩天 我們都在中山這一邊 跟大家分享 所以之前就分享了 港行會這個樂管的情況 和示範單位 今天呢 我主要在這裏附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裏面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這裏附近有很多企業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看的資料 大概 跟著我鏡頭去看一看 附近一公里範圍的企業 究竟是 有沒有 有多少人 跟著有多大型 首先呢 第一間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 在樓盤 過來這個位置 就是一公里的範圍 這個就叫做 委創中山科技園 這間公司 它就在1998年成立的 到現在就已經26年的時間了 當時這間公司 它的註冊資金 就已經是兩億三千四百萬美元 美元 不是人民幣 那這間公司 它這個墊地 它就有五百多畝 所以現在 裏面的員工 就去到一萬七千人 我們在售老部的數據 也都看到 這個企業 裏面它就有一萬七千人 它裏面主要就是 那些產品 就是電子計算機 這個數字電視機 各方面的 總之就是 高科技那些產業 就在這個裏面 所以它每一年的貢獻 都是非常之大的 除了這個之外 它在2010年的時候 它就在200強的排名 就在第38名 出口的金牙 就一直派在中山出口的第一位 所以它每年 就單單這個科技員 它就幫中山這一邊的GDP 帶動的收入都不少的了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附近 我們都是有跟大家說了 是有20多間那些上市公司 所以除了這一間之外 我們看到對面 又是另外一間 對面那間 我現在都走過去 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間叫做連益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它同樣都是1998年 在這邊註冊的 它的註冊資金 都是有3400萬美元的 我們看看裡面的情況 我們現在就走到對面這個位置 就是剛才說的 連益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所以這間公司 它都是1998年那時候成立的 它當時的註冊資金 都去到3400萬美元 所以我今天要帶大家看的 全部都是那些超大型的公司 還有都是那些上市公司 我們看到它的企業裡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空間 就是它的位置 所以除了這個之外 稍後我還帶大家看 一個心能源有限公司 因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這幾間 這邊有很多間上市公司 還有大型的企業在這邊 因為這個區域本身是屬於火具開發區 所以它裡面的那些 全部都是高科技的企業在裡面 所以我肯定沒有辦法 給大家看所有的 只不過是讓大家了解 其中有幾間 因為這裡單單樓盤附近 它都有差不多接近 單單三間公司就差不多去到34萬人 以後再過多幾年 因為它這裡會打造火具開發展區 它是一個國級級的高生產業員 所以未來幾年 這個區域裡面的員工就差不多去到10萬人了 所以你說在這麼大的區域 到時就會有差不多10萬人了 現在掛不到說 再帶大家看到一間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 這個也是我想跟大家介紹的 這間就是名洋的智林林源集團 這個集團我們也看到 這個只是其中一部份的那個面積 這間公司都是2006年就開始成立了 到現在為止就已經都是有差不多20年的那個時間了 那它在前年呢 即是2022年那時候 它一年的營業額就去到307億 307億 那你看看 所以你說這一種它一年的創收是有多少 所以這些企業它就會很大的帶動附近這個GDP 所以它裡面這個人員呢 它都是去超過1萬人的 那你說在附近這個居住的市場 和那些住的需求有多大 那大家就自己可以計算一下這條數了 OK 那因為這個附近呢 企業真的有幾十間的上市公司在這個位置 那所以我就沒有辦法一間一間的拍給大家看 那主要是想告訴大家 這個區域它附近呢 真的是那些員工它裡面的那些企業 基本上就是這個範圍 一至兩公里範圍就有很多間這種大延的上市公司 那所以它的員工全部都是超過1萬以上的 你隨便找幾間你都幾萬人的 那所以這個居住樓的市場就放置在這裏 OK 那今天我們就看到這個樓盤了 你覺得這個樓盤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個樓盤呢 就是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們回來中山買樓 那其實這個樓盤是不錯的 因為很多那些住宅的那些 其實那些積都是大的 那我要拿的錢出來就會多 那欠心就會大 那現在這裏呢 公園便宜便宜 那大概二字樓都還有 那其實就 就是這個樓盤的地理位置是OK的 因為這個樓盤本身的地理位置是OK的 近碼頭 亦都近這個深中通道 那我們香港回到來是方便的 那還有它周邊的配套亦都是齊的 那雖然不是真的好像石旗那些那麼繁華那些 那不是好像東區那些那樣 但是基本上呢你十分鐘的行路的路程呢 都是去得到基本的東西 行家吃飯看電影 普通的東西 基本的東西你都可以去得到 買菜啊什麼東西都齊了 那要你再豐富一點的就去到石旗那些 那基本上它這邊的配套 我覺得是可以滿足到我的 住在這裡不會悶的 那再加上呢 這個樓盤的環境 其實真是一個很住宅的感覺 因為它本身有別墅啊 又有住宅 高層住宅 所以它整體的環境 不是說真的好吵架那些 又不是好偏 是的 因為有內緣有成的 什麼都有 所以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是不錯的 能夠用了 大约20美30的價錢 能夠買到這裡 我覺得OK 如果你說住 或者有時候上來度假是OK的 我覺得 是的 我覺得 我們經常有那些 是人家說我想到處去旅行的 其實如果你說在中山 有一個這樣的一層樓的話 那你到這裡度假的時候 你又不用去住酒店的 那非常之OK的 是的 沒錯 那那個總價又不是很高 是嗎 OK的 還有這個發展商 叫港河 可能大家都比較密身一點 其實這間是國企來的 是專門做港口 物流又或者運輸 類似這些類型的業務 那起樓它是少 但是它是有實力 還有這裡的物業管理是萬貨 那萬貨大家都知道 是國家頂級的物業管理 那如果是國类的話 你對萬貨是非准之熟悉的 是的 數一數二 如果是物業管理的話 還有管理費也不誇張 3.6 是不是 即是正常價 不可以說特別便宜 但是不貴 在公寓來說 在國內的公寓來說不貴 你看深圳那些 8、10、10、10多元都是公寓的 是嗎 都是公寓來的 那這裡3.6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你30平方 3.6 港幣是有限數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就住 度假是適合的 是 OK 今天我們都差不多了 都看了國學士法單位 和你都介紹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隨時找我Andy 又或者平姐 我們有3年的管理費送給你 3年嗎 3年 就3年 你女仔你決定 是的 就3年的管理費送給你 OK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還有我們香港公司 是的 我是香港人 我們香港公司 有什麼事隨時找到我們 不是一些大陸A 真的有什麼事 他們真的 趴趴趴走了 你在哪裡找 我們會跟足首尾的 大家放心 是的 我們一條龍服務 是的 也有3年的管理費回贈給你 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OK 拜拜